好像柏龙好像有点快掉了 不要一直叫我一直练 我们在家里练就好了 好的 其实在不同的地狱里面有不同的思念的方式 比如说 这个 对岸的大草原呢 也有一种思念 不过呢 他的歌名里面没有思念两个字 这首大草原的歌叫《敖包翔会》 大家有听过吗 没有听过 好的 没有关系 从今而后 你会爱上这首歌 然后呢 在这里顺便问一下大家 大家知道什么叫敖包吗 敖包 那边有一种狗 非常大 那叫什么 敖拳 对不对 非常好 那敖拳跟敖包呢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看一下 据说了 不好意思 据说就是 我左边耳朵听到的就是 他们每年会搬一个祭儀 一个一个祭儀 然后那个祭司呢 就是做完仪式之后 会把木炭 丢到那个蒙古包上面 那个蒙古包就叫敖包 这样 另外右边的耳朵听到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未婚的少女住的那个蒙古包 叫敖包 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个部分呢 我已经跟文化局申请 这个去调查 这件事的真伪 他已经不住了我 三十六万 这个还差五万 好了 这首歌很短 然后我就把它加了 原住民的哪个弯 所以那个歌名也就变长了 所以那个歌名就变成是 敖包相会哪个弯 十五地雨凉 三桑了天高纳 为什么旁边 没有云彩 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 美丽的姑娘 哟 你为什么 还不怕 大清 我 有 我 不信 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腦 海滩花儿不会自己开 只要各自我耐心地等待 我心上的雨就回答 不然有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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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